真品部落春节初二的联欢活动 为了敬劳特别赠送八十岁以上年长者新年红包 受到红包的长者感到非常窝心 中餐前部落的族人特别在会首 共同享用青年干部准备的猪肉大餐 能够聚在一起吃饭 族人表示胃口会特别大开 大年初真品部落每年定期期监办天荒活动 安排族人演出一性节目及摩采 气味竞赛等热闹的活动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让人家能够体会到 我们年轻人也是关心他们的 真品部落跟其他部落一样人口都外流 春节过年里外的族人会相继回乡 为了让族人彼此相见欢 与聚情感 大年初号部落会定期期监办活动 让族人透过活动内容快乐的迎接新年 敬劳 记者保问台东产兵采盘报道